台湾设计师周 台湾设计师周 是一个民间发起的设计复合式指南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一群设计师 发现到台湾设计 虽然在国际上得到很多奖 但是台湾设计师 个人的思维 反而比较没有一个公开平台 他们开始想说 一群设计师 一起来策划一些展览 来展现他们个人的设计思维 这次设计方向 不再局限于 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范畴 而是以一种 与人的未来紧紧相扣的思维 重新开启人和物件之间的关联 我们的主题是 Retouch 其实主要是推广整个产品 在与人的互动上 其实是应该回归到最原本的六角板手 它的概念就是 它们将平时使用的板手概念 套用在圆笔的动作上 另外一件作品 就是我们的声音分配 其实它们将工业用的开关器分配 套用在我们音量大小声的输出 除了以感官为出发点的设计之外 如何在自然环境和人类便利之中 找到一个中介点 也是这一次的设计主组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很简单 就是希望设计的东西更加生活化 更加实用更长久 可以减少一些浪費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品 是设计师透过生活之中的观察 他发现高高栏上面的磁铁少了圆笔 所以他就将圆笔集合在磁铁上面 这一次的活动 成功将台湾文创注入新生命 相信在未来 台湾创意将会赞放全世界 广告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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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